我出轨的第二天 我爸和妈 我妈就带我去医院 看看医生 他们觉得就是生病了嘛 就是有病嘛 那个医生真的是 让我跌破三关了 马上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是不是吸毒了 我说我没有吸毒 他就说你现在不吸毒 将来迟早要吸毒的 大家好 我叫文武 我是圣地亚哥州立大学的大学教授 大家好 我叫金鲁 我是一名软件工程师 然后我们俩是一对同性恋伴侣 我们现在养育两个孩子 一个三岁 一个七个月 所以你们是之前来美国之前就认识的 对 我们是在北京认识的 哇 那大概是什么时候 那是08年的时候 08年的4月19号 4月19号 那我们就问的通俗一点 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到自己的性取向 是手术群体的 我应该是自我有记事以来 我就隐隐约约觉得对长得好看的男孩子更感兴趣 但是当时那个时候完全没有意识到说 这是一种同性恋 我是一直到了上大学的时候 我才知道 印证一下我过去的一些对长得好看的男生的这种吸引 然后我才知道原来我就是所谓的同性恋 那时候上高中的时候都是意识而心思都是学习嘛 而且我们俩都是在一个小地方长大的 所以也没有特别的多的接触外界信息的这种渠道 所以我们就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同性恋的这个词 我也是到大学大二的时候买了电脑 上网多了起来以后才知道 OK有同性恋这个词 然后才意识到慢慢慢慢的往自己身上印证 哦我也是同性恋 我记得那时候高中的时候 初中高中的时候也有喜欢我的女生 然后我记得高中的时候也跟那个女生牵过手 那时我就觉得就好像湿湿的软软的 就没有任何感觉 没有任何心跳加速的这种感觉 同性恋这个东西它没有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定论 但是就是公认的是比较公认的说法是先天内成分更多 但是它没有找到一个确定的基因 说这个基因就是同性恋基因 就是可能很多基因共同相互作用 但是先天成分比较多 这个是一个比较公认的一个事实 比如说你在十来岁的时候 你感觉自己好像别的男生都喜欢女生 但是你们是男生 但是喜欢男生 有没有尝试跟身边比较亲密的朋友聊过这个事情呢 就我个人来说了 我完全没有 因为根本就不会往那方面去想 虽然对男生有好感 更喜欢看男生 但是就完全不觉得这可能是一种 你可以像人家男朋友女朋友那种关系 就完全不会有那种往那方面去想 其实我上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有尝试着想要去交女朋友 就因为其他人也都在交女朋友 你就是随波足缘的那种 但是就没有任何感觉 现在回想起来没有任何感觉 但是当时好像还觉得 我也可以交女朋友这种之类的 也想去尝试做这种事情 但是就完全没有感觉 而且性在中国也算一个比较含蓄 比较禁忌的一个话题 就是大家好像性教育 我觉得做的中国普遍做的好像也不是特别好 是父母跟家长也不准备谈这些东西 在学校里面不准备谈这些东西 那像我们这方面东西更不会去跟别人交流了 对 那你第一次跟别人提这个事情的时候 大概是多大的时候呢 可能是到大三大四以后 彻底的我才明白 原来我真的就是个同性恋 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去一些聊天网站 同性恋的聊天网站 然后想要去认识跟我一样的同性恋的人 但是上大学到好像一直都没有真正的交男朋友 一直到了上研究生的时候 那都是到了二十三四岁以后 才开始去真正的尝试想要交男朋友 所以我应该算是决心得非常缓慢的 我记得我第一次是跟我的一个同学 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 然后我很喜欢他 然后我就向他表白了 我就说我喜欢男生 然后我喜欢你 然后就跟他表白了 这是我第一次跟别人说起这件事情 然后之后陆陆续续的就跟一些要好的同学朋友 然后就我们叫出柜 其实在同性恋这个圈子里面 你要说出柜 其实很多时候你是单子特子去向父母家人出柜 那对向父母家人出柜的时候 那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 我的还是相对来讲顺利一些 那文化的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戏剧性的一个事件了 2024年不可或缺的东西有哪些 除了衣食住行 你可能还需要Surfshark VPN 因为它能助你畅游网络 拉近你和世界的距离 通过公安IP地址任意切换国家地区 这样做至少有两大好处 一是地区版权限制自动消除 创流平台上的影视资源全部解锁 二是彻底打败价格歧视 帮你在网络消费时拿到最低价 如果你最在意的是浏览被政府封禁的网站 比如推特油管之类的 那么你更需要Surfshark 因为它能让你高枕无忧 靠的是军事级的加密基础 隐藏你在网上的一切踪迹 避免被老大哥追踪到 另外这年头网络陷阱从出不停 让人防不胜防 Surfshark能提供全方位的保护 Surfshark的强化版Surfshark1 除了前面提到的全部功能 还有三大特别功能 杀毒 搜索 警报 现在正值假期优惠 升级这个套装就送五个月免费使用期限 我把专属链接放在影片描述栏里 购买时记得输入RockyTV 最后温馨提示 中国定期打击和封锁为拼 但是Surfshark会及时应对 并且有30天退款保证 我是先跟我的朋友同学出柜 然后之后我跟我的表姐 包括我的哥哥出柜 然后之后我又跟我的两个姨 就是我妈妈的姐妹 跟他们出柜 然后最后我才跟我的爸妈来出柜 那个时候我基本已经有了出国的想法 然后我就觉得我已经想去追求 自己想要的生活 我想出国 在这之前我要把这件事情解决了 我要跟父母告诉父母真实的我自己 我说我是什么样的人 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所以我就决定了 在2012年的十一跟他们出柜 然后那年的十一我就跟 到我哥哥家 我刚好我爸妈在我哥哥家帮忙带孙子 然后我们一起去公务员散步 然后就跟我爸妈说 我说妈我有件事情跟你说 然后他们就说啊是你哥哥也告诉我了你有什么重大的事情要跟我说是什么呀 然后我就说我不喜欢女孩子 我喜欢男孩子 然后他说那你是同性恋吧 我还挺好奇 我还挺震惊的 他居然知道同性恋这个词 然后我们就稍微聊了一下 当初的话两个人都还挺平静的 就是我爸妈的表情 这情绪都还很平稳 但是后来 我觉得我知道说我爸爸还是内心深处不怎么接受 然后我妈妈跟我说 后来我爸爸有的时候他会喝酒啊 然后就变得很情绪化 一个人真的哭 当然又过了好多年慢慢慢慢的逐渐的去接纳去 我爸妈也知道我们的关系 知道我们的生活 包括来美国以后看到我们两个人一起生活的很好 他也就真的从内心深处去接纳去认可我们 然后真的把这件事情放下 我当时我记得是我刚刚从博士 从德国结束我的第一站博士后的工作 然后那个时候已经有30岁了 你想了30岁还没有女朋友 也从来不交女朋友 然后家里面跟你介绍对象 介绍相亲 你也总是推托 那肯定这里面是有问题的 我记得我当时在从德国要回国 就是要待一段时间 因为我那一段博士后工作结束了以后 下一段的工作是在英 要去英国 这中间有那么两三个月的隔离 所以我就想要先回国 回国完了以后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可能有10点11点多钟了 然后家人们其他家人们都睡觉了 我就跟我妈就在那环境里面在那继续聊 继续聊聊着聊着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妈就在问起这个事 她就问你为什么不愿意 我跟你介绍对象 你为什么不同意 我当然还是觉得要说出我是统训练这个事情 还是非常难的 我当时自我认同也非常差 我远远不如经路 经路的自我认同非常好 我自我认同非常差 我就不敢马上脱口而出 告诉我妈说我是统训练 然后我妈就继续追问 她说你是不是认识了有夫之妇 所以你不好意思说 我说不是 然后她就说 你是不是身体有毛病 我说我也说不是 然后后面我就记得她又追问了 可能两三个其他的可能性 我都说不是 最后面她就来了一句 你是不是同意练 她就盯着我看 我挣扎了有可能小几秒钟 然后我就顺口 说我是 然后我妈当时就强作镇定 然后就站起来 就跑到那隔壁的厨房 就开始清洗那些臭烟机什么东西的 因为她肯定想要做一些事情 来强压住她内心的一些挣扎和痛苦 然后当天晚上 我妈当然就在那痛哭 然后那我也没办法 这种事情一旦发生了以后 我也不像经路那么有计划 所以当然就是对我妈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我记得当天晚上 我妈可能就在客厅待着 然后我就在房间 就站在电脑里面 我就开始写信 就把我内心想要倾诉的那句话 给要说出来 我不敢对着我妈 当面说我也说不出来 然后我就把它写成一封信 我记得那天晚上写了有两三个小时 写了可能有五六千字 写到电脑里面 告诉她我过去一直以来 为什么对男生感兴趣 从什么时候开始对男生感兴趣 然后第二天我就把这封信 给我妈还有我爸都看了 然后我们就三个人抱头痛哭 然后完了以后快到中午了 我大姐她在我们住的楼下有一个铺面 然后我二姐也在那帮忙 然后我就跑过去 跟我去看他们 去给他们带饭过去吃 然后我就也把这个事情 跟我大姐和二姐说了 说我就同心恋 然后我们三个人又抱头痛哭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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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太太冲击 太有戏剧化了 他们都无法 完全没有往那方面去想 太突然了 当下就是非常的戏剧化 之后呢 有几个月的时间 一直到我去英国有几个月了 开始我的第二段的副事后 我妈都还是处于一种拒绝承认事实 拒绝承认现实的状况 然后她每次跟我打电话 就是说那你怎么办 意思就是说你同心恋不行 你必须得改 那当然这个基本上全世界都公认 我自己也认为 同心恋这个事情是根本没办法改的 所以就只能是这样的 我记得有个小插曲 就是第二天 我出柜的第二天 我妈 我家人 我爸和妈 我妈就带我去医院 看医生 这个很正常 我也听说过很多这种现象 爸妈就出于拒绝的状态 就带着小孩就去医院看看 他们觉得就是生病了 就是有病 不是精神病 就是身体病 她觉得同心恋这个事情 然后就带我去看医生 找了我们 还是找了 我们当地的一个 它是个县城 县城最大的一个医院 去看一个医生 然后那个医生真的是让我跌破三观了 为什么 他问我一些很奇怪的问题 你看我其实我现在穿了很多衣服 但是我其实很瘦 我以前更瘦 因为他问我是你什么情况吗 我就跟他交代说 我说我是同心恋 我喜欢男生 然后他马上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是不是吸毒了 这有什么关系呢 两者 对 然后更震惊的是 我说我没有吸毒 然后他就说你现在不吸毒 将来迟早要吸毒的 为什么 我爸妈就坐在坐在我后面坐在边上 然后我当然就说不会 然后完了以后他说那你有性病吗 然后我说我说没有 他说那你去检查一下 他就跟我检查各种性病 这个医生缺少之间素养 是的 然后检查性病完了以后又回来没有性病 他就说 然后他也没辙了 因为他觉得那你是同性恋的话 你要么就吸毒 要么就有性病 你都没有的话 那我也没招 他就是这种认知 我当时真的是把我给震惊的伤观都跌落了 这还是我们当地县的一个大的医生 一个大的医院的一个医生 我妈一直有好几个月的时间 都是处于非常拒绝承认事实的状态 那你爸爸呢 我爸爸好像还好 我妈就有时候他会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 他就那你这一辈子都毁了 他当时是这么想的了 那我妈我爸就觉得那也不至于了 就这个状态就持续了有几个月的时间 完了以后 我在英国就带了有三年的时间了 然后在这个期间我就跟金鹿又结婚了 然后我们就来到美国 然后一直到我妈来美国拜访我们 跟我们一起生活了有小一两个月的时间以后 他就会觉得 其实好像我们生活过得也还挺好的 跟普通的疫情恋也没有什么差别 再加上我们有想要生小孩的这种意愿 他就更加觉得释然了 然后慢慢的就想通了 我觉得他现在已经基本上处于完全接受的状态了 这中间经历了多少年 这中间经历了有七八年吧 那您刚才提到结婚 你们是在哪里结了婚 在这边 硅谷这边 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刚来美国2013年 然后他过来太太在英国做博士后 然后过来看我 我们就见那个契机 在美国迅速的领了一个证 2013年的圣诞节之后 12月26号 我们刚刚是结婚十周年 今年是结婚十周年 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向内的一个困扰 就是你想当一个人他不能够真实的做自己的时候 他时时刻刻都要隐藏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的时候 那一定不是一个很高兴的状态的 我就是这么一个例子 我一直到十几岁 二十几岁 甚至到三十岁 这么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我的内心一直都是非常的struggle 煎熬 挣扎 挣扎的 对 就是我也不敢完全跟我身边的朋友 透露我自己内心的想法 那当然就会影响到朋友和朋友之间 非常亲密的这种朋友关系 然后跟家人也总是有一定的距离 因为你永远也不敢说你自己的感情生活 你自己的内心想法 所以这就造成了我后来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 我都有一点小小的抑郁 没有到抑郁症的那种程度 但真的就是非常不开心 我记得我有一天我在Facebook上面发了一条状态 就是I hate myself 意思就是说 就是这种对我自己内心的不自我认同 已经达到了一个极致 以至于我开始讨厌我自己了 我说我自己我怎么这么没用等等 其实说句良心话 我那时候在在所谓的世界名校 曼特斯德大学 也不算太差了 但是我对我自己内心的内心的这种认同感就非常差 以至于我 怀疑自己的一切 对 说得对 我就开始怀疑自己的一切 就内心非常的痛苦 那一段时间 但是后来好在跟金路 我们又开始有很多的交流 然后后来我们又结婚了 组建家庭 然后家里边对我们的那个状况 也是越来越接受以后 那当然我现在就已经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了 那金路这边有哪些困扰吗 我觉得文武提到的这困扰 其实我也是存在的 比如说我跟我父母之间 因为跟爸爸之间交流不是那么多 但我跟我妈妈的交流很多 在我跟他出柜之前 那就是说总觉得跟他之间有一层隔阂 但是跟他出柜以后 我就把我真实的自己展示给他 告诉他 我就会 我发现我跟我妈妈的之间的这种距离拉近了 我变得跟他无话不谈了 什么事情都可以说 我说我跟文武之间的交往 我们之间去哪玩了 然后后来就开始我们有结婚的想法 结婚 组建家庭 所有的事情我都可以跟他聊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出柜以后 的确是打破了那个隔阂 然后就没有那么困扰了 但总体来讲 我觉得同性恋身份对我的困扰 我觉得比文武要小一些 因为我觉得自我认同相对更好一些 我已经比较早像大学的时候 就像同学出柜 然后慢慢向父母亲人家人出柜 然后包括现在我几乎像所有人都出柜 但是问我 我没有 我还有一个群体没有出柜 就是我国内的同学和朋友 我只有跟国内我最要好的几个朋友 我出柜了 但是大部分我都还是没有出柜的 我总觉得还是心里面有一道卡没过去 但是你们既然有了频道 其实相当于像全世界出柜 是没有直接跟他们出柜 对但我们主要的频道还是YouTube嘛 就是在外网 对对对对国内的人 除非可以隔一翻墙才能看到 就是你们如何突破同性恋身份带来的这种困扰 开始勇敢的追求爱情和婚姻的 我觉得就同性恋跟异性恋应该是同样的吧 就说作为异性恋 那你见到一个漂亮的女孩 你想看 你想去跟她交往 那作为同性恋的 我们看到帅气的人 就想去跟她认识跟她交往 那其实我们开始的过程也差不多吧 就是我们在一个朋友别哭的一个网站 我们一个同性交友的网站 我就看到了她的照片 我觉得这个人很帅啊 那时候年轻 然后我就主动的去加她的QQ 然后就开始聊天 然后说主动的说我们见面吧 然后那是2008年的4月19号 第一次聊天 5月10号第一次见面 然后我们就开始交往 开始了这段感情 后来就她去德国访问 德国做博士后 英国做博士后 我又来到美移民来到美国 前前后后有议帝 议国了五年的时间 很大的考验 对很大的考验 我觉得已经差不多到极限了 但最终好在我们在美国 都找到了这种机会 然后两个人能够在美国团聚 专门有一个词 这个叫Gater 什么意思 就Gater 就是同性恋雷达 但是有些人有些人可能很敏感 我就完全没有这方面的敏感度 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同性恋群体 多多少少会有一点女性化 然后有一些就是同性恋群体 可能更 这位男同性恋 可能更爱美 可能更愿意打扮 所以你看到帅一点打扮的好一点 说话有一点女性化的 你可能会有那么一点感觉 觉得他可能会是同性恋 但其实也不是特别准确 对 是不是这种能力越强 感知越强的人 他有可能他的同性恋的潜力吗 因为我相信有些人是后期被摆完 可能他内心比较隐藏的深 我觉得对 我觉得他其实他是同性恋 他只是或者是因为迫于社会的压力 迫于自己内心的勇气 他不愿意承认 慢慢慢慢的可能真的找到了一个对的人 他可能所谓的被摆完了 其实说句实话话 我们这么多年下来 见证了无数对的同性恋伴侣的分手 可能有一些可能待得久一点 可能三五年 但是也分手了 甚至待七八年分手的也不少见 我觉得我们俩能够长期待下来 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俩好像性格有一点互补 然后金鹿他就是比较有安排 有计划 然后有什么执行力也比较强 我就是有点水域而安 所以其实这么多年来 我都非常感谢金鹿 一直以来对我们关系的坚持 你想你想呢就是五年多的一帝一国的时间 如果没有一番的坚持的话 那我可能也就慢慢慢慢的就飘远了就疏远了这种 那这种关系可能就成不了了 出于社会身份的考虑 他要去和异性结婚 这还有个词叫行婚是吗 骗婚 就叫骗婚 就你跟异性结婚叫骗婚 通常是行事的行 对那个是另外一个词 就是跟异性结婚 就是你需要隐瞒自己同性恋的身份 那所以我们叫骗就叫骗婚 那行婚呢就是说行事婚姻 行事婚姻是说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 他们结婚是名义上的婚姻 只是为了做给父母看或做给社会看 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但其实他们不真正在一起过日子 那行婚的情况在生活中 同性恋群体里面多吗 可以先说在中国的情况你们所了解的 你认识的有吗 我认识的好像特别亲密的这种 就比较熟的这种朋友 我没有 我感觉会不会挺多呢 因为我作为一个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 我都听过这样一个行婚这个词 是不是说明他已经挺多了 就是是一个很是一个现象 是一个现象 就是这样的人肯定是有的 但具体数字我不确定 对相比于行婚 我觉得骗婚很可恨 是的 对骗婚那肯定不是一个好事 我们肯定是坚决反对骗婚这个事情 这其实也是我为什么一直不非常挣扎 也不愿意去接受我母亲对我的这些介绍对象 然后考虑结婚这个事情 虽然那个时候金龙问我说我不确定 但其实是因为我自我认同非常不好 但是我内心深处还是不愿意去做这种事情的 因为你可以想象 假设我有两个姐姐 假设我有个姐姐跟同性恋结婚 那我肯定是极极不愿意的 这肯定是对对我姐是一个多么大的打击 更想还是对其他人都是一样的 中国这种社会或者是舆情的压力之下 很多人会不得不做出这样的事情 你们想展开聊一聊吗 因为我不是太了解 我们也不这么了解 具体的数字我不知道 上一辈的人应该更多一些 那就是像我们这一辈人 那知道了同性恋这回事 还要走进异性婚姻 那就所谓的骗婚了 那我觉得上一辈那 那也不能叫骗婚 上一辈就不知不觉的 对不知不觉的 也不能说是骗婚 对呀 上一辈你 他也没得选择 对 我倒确实是有听说在晚上 有一些人结了婚以后 就上一辈的那些人了 他们结了婚以后 到了五六十岁了 才知道自己是同性恋 也是因为互联网的这种发展 相对来讲 有比较公认的一个数字 是百分之五 就是整个人群 有百分之五的同性恋 那所以说 如果你有二十个朋友当中 就会有一个同性恋 就包括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 同性婚姻都合法化了 应该是荷兰是第一个 后来整个欧洲 美国 澳洲这种慢慢陆陆续续都合法了 就是在这些国家 这个同性恋的接纳是最好的 然后其次呢 可能就是属于有一些亚洲国家 比如说台湾 2019年这个同性婚姻也合法了 应该是 可能是亚洲里面接纳最好的 还有一些像泰国 据说也要有同性婚姻 中国的感觉就是 不提倡不反对 中国是属于在1997年的时候 去罪化 就在这之前你同性恋是犯罪的 然后19 对 对 如果你搞同性恋 搞同性性行为的话 你是会被抓起来的 1997年以后就不再犯罪了 然后2001年以后 像那叫去病化 在那之前是把同性恋 看成一种疾病的 就是中国社会 对同性恋群体的态度 就是近些年发生哪些变化 我们刚才有点探讨 因为互联网的影响 你们能够感知到一些变化吗 我的感觉 就总体上来讲 还是变得越来越好的 就像我刚才提到说 你从去罪化 对吧 之前是犯罪 现在后来不是犯罪了 去病化之前是一种疾病 后来不是疾病了 那后来特别是像 比如说我们在国内 毕业工作那段时间 08年到后来 我们出国13年 甚至包括到后里面 18年19年 我觉得这段时间都还是 都挺好的 就是网络的兴起 然后国内有一些 同性恋的一些公益组织 比如说我们参与知道的 比如像北京同志中心 我们参与了比较多 他们组织的一些活动 是民间组织 对民间组织 然后还有一些 有一个组织叫同性恋亲友会 它是应该是中国最大的同性恋公益组织 它专门面向的是同性恋 和同性恋家庭这一方面 就更好的让同性恋的群体 被它的家人所接纳 我觉得这方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去寻求这些组织 去参与这种活动 参与听听别人的分享 别人的故事是什么样子的 甚至把父母带到这样的场合 这样就可以更好的 能够让父母去接纳我们 然后我妈回来的时候 她有一句话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她就说 原来我并不是特殊的 原来身边有这么多类似的 同性恋的家长也面临同样的挣扎和困惑 然后她就从那个角度来说 她会表现得更加坦然了 所以我真的是我仿佛在说 我非常感激这样的同性恋情友会 这样的公益组织 其实它真真真正的给很多像我们这样的人 和我们的家长带来了一些切切实实的帮助 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承认同性恋情 包括我们刚才聊的台湾也是亚洲第一个 你们觉得中国离这一步还有多远 我其实有一点点悲观 因为我们虽然身在国外 但其实我们也会经常使用国内的媒体 包括什么微博呀 包括还有B站这些视频平台等等 特别是在微博上 我经常会看到有一些关于同性恋的话题 可能变得比较火热 然后下面的那些留言 大部分都还挺负面的 那给我的感觉就是 其实国内现在对于同性恋的这种群众 比方说同性恋婚姻合法 这个事情的群众基础还是不怎么好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还需要等待一段时间 那其实我来讲 我觉得我觉得我更更乐观一点 那我觉得美国 我们正在看一个电影叫Follow Travellers 那一个讲美国这种同性恋历史的一个电视剧 那他几十年前也是犯罪的 被抓起来被迫害的 那几十年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天翻地覆的变化 对吧 那我觉得中国十年二十年 说不定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 很大的一个反转 我觉得说不定十年 小则十年多则二十年 我觉得中国同性婚姻也会合法 OK 我会抱一个乐观的态度 喜欢这个油脂的操作者 就赶快去Follow他哦 你有发现其他更具报红潜力的影片吗 赶快投稿给大人秀吧 点击下方观看更多有趣内容 好 好